他们谁都没有想到 人到中年偶然参加的同学聚会 竟遇到了中学时期的初恋 依旧长发垂肩 月氏粉带的脸还是那样动人 老同学故意调侃起两个人 永续紧张得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而聊起年少时他淡过的糗事 智贤也忍不住笑颜如花 可就在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 几个警察突然带走了智贤 同学们马上找到永续 抓捕的警察碰巧是他的同事 很快永续便打听到了原因 事前不过是给那些主妇送东西 因为误会才被抓了起来 他带走了惊恐未定的智贤 然后眨了眨眼感谢同事的配合 虽然觉得这件事很丢脸 但智贤还是答应永续 跟着他一起回到聚会的饭店 酒过三巡后聊起了各自的近况 虽然生活明显过得并不如意 但大家都用不同的谎言掩饰不堪 假装自己过得非常幸福 男人们感慨是哪个幸运的家伙 能娶到他们当初的女神 他端起酒杯掩饰着慌张 因为他的账户整天窝在家里 做着靠股票发财的白日梦 聚餐结束大家一起拍了张合照 可照片里的三男三女 将分别演绎三段曲折的爱情 在其他同学的刻意安排下 永续负责将智贤送回家 他们喝着咖啡决定走路去地铁站 路上看见一位卖花的老奶奶 永续当然明白他的心思 很多年前他也是这样情感细腻 于是永续蹲在老人的摊前 回去的地铁上永续把握着花 他犹豫着要不要送给智贤 可智贤却在苦恼身边瞌睡的男人 居然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于是永续和他交换了位置 这让智贤的心里暖暖的 出战时他看到一个发卡掉在地上 便上前捡起挂在了货架上 永续的心头一阵感慨 这么多年来他似乎一直没变 终于还是到了分别的时候 可永续依然没有勇气送出玫瑰 可老天似乎也在创造着机会 外面突然吓起了大雨 就在智贤一筹莫展的时候 永续却带着雨伞来到他的身边 永续准备打 plants 永续带了 永续带沉酱 永续带了 永续带的手 永续放了 永续带了 永续带了 永续带的手 永续带来 喂 干啥吧 吉尼 人道中年的一次同学聚会 突然遇到了中学时期的恋人 这到底是一段失而复得的缘分 还是一场摧毁他们生活的劫难 分道扬镳的这些年龄 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人生 当中的酸甜苦辣各有各的滋味 智贤在一家医院的食堂上班 拿着微薄的薪水生活捉襟见肘 而他的丈夫失业后无所事实 整日沉迷古事幻想着一夜暴富 早上女儿告诉他学费还没交 他小心翼翼提出丈夫去找份工作 可男人却是一脸的不耐烦 永续则长期和妻子分居 为了让儿子读更好的学校 妻子不和他商量就搬到江南区 偶尔放假夫妻见面 还总是喋喋不休让他辞职 这么多年只婚了个小小的组长 还不如辞职开个店多挣点钱 这些都让永续苦恼不已 而这一次的同学会上遇到智贤 他的心便再也不能保持平静 可第二天就发生了意外 参加同学会的一男一女失踪了 就职于国土海洋部的宇哲 和女同学仙珠一起消失不见了 永续很快被调到搜查组 负责上级指派的宇哲失踪的案子 上班时智贤接到仙珠的电话 向他说出自己失败的人生 他本来是不想参加同学会的 因为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不想让其他人看到穷酸样 借了衣服项链而还去了 这何尝不是现在智贤的人生吗 明明自己过得并不如意 却依然装出一副幸福的模样 仙珠说他和宇哲想暂时逃离现实 躲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相似的生活境遇让智贤一阵酸楚 第二天他来到仙珠以前的住处 可追债的人早就守在了附近 原来仙珠失踪之前欠了一大笔钱 现在只有让智贤替他还了 幸好永续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过度的担心让他的话很严厉 可智贤可怜委屈的样子 让他根本生不起气来 他的表现还是引起同学的质疑 送智贤回去的路上 永续说自己正调查宇哲的案子 让他以后不要再独自行动 随后他们一起来到路边的小饭店 永续特意点了一首老歌 智贤不自觉跟着哼唱起来 原来他一直都记得 这是当年智贤最喜欢的一首歌 想起那天他送给自己的花 智贤忍不住问他 女人的花饭 你不认识吗 不认识吗 不认识吗 智贤说以前他家是开理发店的 有一天店门口有人放了朵玫瑰花 不知道是谁呢 永续的表情不自然起来 谁 智贤盈盈笑着没有回答 他已经从永续的表情看到了答案 永续一直将他送到了家门口 可智贤忘乱没有想到 他当成宝贝的房子 很快就将不再属于他了 人到中年再次见到曾经的初恋 可现在的他似乎过得并不好 丈夫把所有钱投在股市 却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 而被智贤当成宝贝的房子 也不得不卖掉用来抵债 工作时智贤接到新房东的电话 拜托他们今天务必腾出房子 这一刻他想哭却一直忍着 同时有点看不下去 万般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终于化成纸也止不住的泪水 可生活还得继续不是吗 智贤依然尝试着安慰丈夫 可男人却骂骂咧咧听不进去 智贤再去安慰难过的女人 女儿哭着扑进了妈妈的怀里 为什么是妈妈要道歉呢 为了这个家妈妈已经很努力了 车子刚开出不远 智贤却说有点是想回去一下 原来他想和经常投喂的流浪猫 做最后一次告别 这时永续也刚好来到这里 于是他们再一次相遇了 智贤稍稍别过了脑袋 不想让他看到自己委屈的泪水 你咋看 他们搬到了一处简单的民房 幸好智贤的妈妈住在附近 这让他的心情很快调整了过来 这天他受到永续的短信 笑容便不自觉地绽放开来 化妆的时候也是眉目寒春 到底自己在期盼什么呢 就连等待的时间都那么漫长 还好永续终于来了 这一刻他笑得如此开心 智贤感谢他带自己来这个地方 春光明媚满圆花香 不好的心情也瞬间消失不见 永续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随后两人去了先住的乡下往家 看望他年迈的母亲 经过曾经的学校时忍不住停下车 肩并肩走一走当年的路 随手捡起一片花瓣感慨道 他们一起参观了学校的画室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幕被一个学生无意画了下来 永续的拒绝让智贤有点失落 于是趁他出去接电话时 智贤把那幅学生的话拍了下来 出来时看到一盆扔掉的绿植 这盆绿植好像寄托着一份不确定的爱 他好想好想他能坚强地活下来 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了中学时期的恋人 并肩走着一起走过的校园的路 随手捡起的一片花瓣 那都是他们逝去的青春和爱情吗 智贤带走了一盆被丢弃的绿植 他寄托着一份不确定的爱 可这到底是失而复得的缘分 还是摧毁他们现在生活的劫难 智贤回到家后撒了谎 和闺蜜去喝茶了回来有点晚 女儿来显摆他新买的衣服 还用妈妈的手机自拍起来 可他翻看手机时 却无意发现妈妈的秘密 吃晚饭时他试探着询问妈妈 妈妈的错愕引起女儿的怀疑 他返回房间拨打了上面的号码 可接听的却是一个男人 女人似乎都有神奇的第六感 妻子让永续看自己的眼睛回答 晚饭后之前独自坐在阳台 看着那盆特别的绿植满腹心事 这一幕刚好被女儿看在眼里 妈妈一定有什么心事吧 这么多年爸爸都无所事事 让女儿终于忍无可忍 永续也很快收到同学的忠告 可那份情感萌发得那么强烈 她又怎么能够阻挡了 因为晚上小叔子过来拜访 之前的老公喝了很多酒 看她情绪低落的样子 之前的心里有点不适自卫 她知道丈夫这些年颓废的原因 之前是高高在上的企业高管 突然失业后便失去了自我 而为了那可怜的自尊 高不成低不就沦落到这个地步 可之前从没有放弃鼓励她 我相信你呢 孩子们也都相信你呢 她本以为男人会重新面对生活 可这天下班后她更失望了 外面下起了漂泊大雨 而屋顶上的衣服去没人去收 之前进屋后更是有点无语 那吃饱喝足后的满桌狼藉 让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而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凌亚 凌亚 明天天和泰俊 明天天和泰俊 明天和泰俊 明天和泰俊 我们也一起去 明天第一次飞行 不过来 我可能会 我只是在睡 我不是在睡 睡不过来 我们一起去睡 我们一起去睡 因为要送孩子们上学放学 之前本来是不想去的 可美机突然对她用起了几角法 突然现在 河泰俊 现在河泰俊 我现在是我的手机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其实在学校 在学校 河泰俊 河泰俊 我不喜欢的 于是这个雨夜注定无法入眠 明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她的心里开始天然交战 因为要去见中学时的初恋 女人一整夜都心神不明 更是天微微亮就做好了早餐 留下一张纸条就离开了家 可当她出现在机场时 永续却非常错愕 一直来的 她显然没有想到志贤会来 可她的表情让志贤有点失落 就在永续去买咖啡时 太真也一脸问号地走了过来 原来他们得到雨哲失踪的线索 准备和永续一起前往济州岛 志贤瞬间干大了起来 一定是该死的美机骗她过来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 离开机场 一股深深的羞愧涌上心头 自己放下了家庭和孩子 不顾一切地跑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的可怜又可笑 可当她走出电梯时 却发现永续早已等在了那里 于是在众怒魁魁之下 永续牵起她的手返回后机室 之前分明露出一抹甜蜜的微笑 被她这样紧握着手 怎么那么不想松开呢 直到即将被老同学太真看到 他们才一一不舍将手抽回 志贤感慨济州岛美丽的风光 她掰着手指数了数 好像结婚后就没出来旅行过呢 很快始作勇者美机也过来了 四个人一起吃饭时 她假装热情地给永续加菜 这让志贤和泰真都有点不爽 哎呀 帮我给你 志贤知道美机在故意表演 可她对永续的那份心意 又怎么能说得出口呢 济州岛的绿林中他们并肩而坐 志贤说她不应该来这里的 可现在又不希望回去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都要这样 我都要这样 她是你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了勇气 志贤大胆地说出了那份心意 可永续却没有说话 这让志贤的心里有点失落 终究没找到宇哲和仙猪的下落 外面更是下起了倾盆大雨 返回首尔的航班暂停了 志贤赶紧打电话向家里解释 可男人还是非常生气 这一幕被永续看在眼里 志贤的心现在一定很难受吧 经过了一整天的思考 永续也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凌亚 咱俩 這 became tu的 男人的理智告诉他 这份危险的关系一旦确认 他们将会处于地狱般的境地 可永续还是坚定地伸出手 给了敏感脆弱的智贤无比的信心 人到中年突然遇到中学时期的恋人 果然真正的爱不受时间的限制 无论经过了多少年 只要再次遇见依然会相爱 可这份危险的感情一旦确认 他们都将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道德和情感之间反复挣扎后 他们决定暂时藏起这份心动 带着对方明确的爱意 在余下的时间里偷偷幸福 可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便会出现意外 机场的出站口志贤一脸惊恐 他没想到丈夫居然过来接近 而永续也正向他这边走来 他情急之下立刻挽住丈夫的胳膊 永续瞬间反应了过来 面不改色地从他身边走过 美机赶紧打招呼帮他们掩护 可志贤微微回眸 分明看到永续略微落寞的背影 虽然丈夫依然一脸的不高兴 但事情总算有惊无险的过去 永续也受到妻子的一顿盘查 虽然都没有留下什么纰漏 但他们都深深地知道 这才是踏入深渊的开始 他们站在安全的距离注视着对方 又忍不住试探对方的底线 甚至一个短信一个电话 都会像中学生一样心动慌张 永续说你怎么带个雨伞呢 天气预报说有40%概率下雨呢 永续忍不住的嘴角上扬 像一个刚陷入初恋的大男孩 得到女孩的芳心一般窃喜 美姬因病住进了医院 可她却发现志贤在这里工作 被人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这让志贤感到很丢脸 可美姬看似嫁给了有钱人 其实真正的生活也充满了不堪 她被医院诊断不能生育 却在抚养着丈夫和别人的孩子 听着比自己更加不幸的遭遇 志贤难过地掉下了眼泪 得知美姬要做一个大手术 永续和泰真相约去医院探望 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却看见穿着工作服的志贤 自己一直隐瞒着狼狈生活的样子 被最不想看见的人看见了 这让志贤感到无比难堪 回去后她向丈夫大发脾气 男人灰溜溜地走开 留下志贤像是被淤泥困住的鱼 难受到根本无法自由呼吸 永续则从美激那里知道 原来志贤的丈夫一直没有工作 靠着志贤打零工维持生活 而且还有更坏的消息 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开始裁人 并非正是员工的志贤首当其冲 志贤这些天一直避而不见 永续过来找了好多次 终于在她下班的时候拦住了她 她把志贤带到朋友开的花点 希望她以后就在这里工作 可那该死的自尊心 让志贤拒绝了永续的帮助 人到中年再次遇到初恋 却被看见自己狼狈生活的模样 永续带她来到好友开的花店 希望她能在这里安心工作 可那该死的自尊心 让志贤拒绝了她的帮助 回去后志贤明显心情低落 女儿看见了便问爸爸 可男人依然无所谓的样子 第二天志贤来看望妈妈 得知她最近牙疼一直吃不下饭 她便带着妈妈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想要治好的话 大概需要四百多万韩元 自从女儿卖掉了首尔的大房子 妈妈便知道他们的经济不好 所以一直瞒着没有提出来 这让志贤万分羞愧 她到银行想取出定期存款 却被告知月初已经被驱走了 原来丈夫和朋友想开家咖啡店 偷偷取走了所有存款 这一切终于让志贤彻底崩溃 她回去后和丈夫大吵了一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之前到处找工作去了一次失败 最终她还是想到了有学 被满屋的植物簇拥着 志贤的心情瞬间好了起来 而永续来时也换了一个发型 被志贤一眼看出 她将自己完成的第一个作品 郑重地送给了永续 虽然还不是那么完美精致 但永续却开心到飞起 但当永续带着花回到家时 却意外发现妻子居然过来 反常的举动必然引起她的怀疑 所以很快两人变起了争执 无休止的争吵让永续有点火大 可妻子却突然哽咽了起来 叫许永续的好像变了一个人 这瞬间戳中了永续的要害 争吵便戛然而止 可女人的第六感往往很准 第二天志贤刚上班时 永续的妻子便来到了这家花店 没有大吵大闹 她只是让志贤打包一束花 然后静静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可志贤却突然走到她的面前 她正正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这个丈夫中学时的初恋 温婉如玉 田静如云 怪不得再见到她永续相遍了一个人 志贤更是突然走到她面前 帮她剪掉衣服上抽丝的线头 在志贤充满感染力的微笑中 她心情复杂地离开了花店 愤恨地将那束花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志贤出去送花时 车子却突然出现故障 因为刚好在警察局附近抛锚 所以她打电话向永续求助 永续的关心让志贤暖暖的 她问永续在上班会不会不方便 可永续却毫不犹豫地说 现在没有比你更重要的事 这更让志贤感动到差点热泪盈眶 而就在这时永续的手机响了 原来过几天是岳父的生日 妻子想和她一起去挑选礼物 可永续却撒谎不能过去 然后陪着志贤送完全部的花 再一起回到她工作的花店 就在他们打情骂俏的时候 永续的妻子赫然出现在门口 空气像一瞬间凝固了起来 每个人都在尽力避免眼神交汇 志贤更是紧张到不能呼吸 妻子挽住永续的胳膊离开花店 像是在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而随着他们的离开 志贤终于可以大口地喘气 没有人能体会她现在的心情 另一边的车上 永续的妻子掏出那张合照 你们俩的演技可真好了 说完把相片揉成一团人为永续 可永续却一心之想着志贤 刚才的情况她一定吓坏了吧 于是她给志贤打去电话 可志贤却叹了一口气并没有接 永续火急火燎地来到花店 却发现她并不在店里 永续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家 看见妻子在扔她的衣服 那树志贤送给她的花也不例外 这让永续无可奈何 志贤回到家却迎来了好消息 丈夫正在翻找着症状 她决定明天去正式工作了 你怎么办 你可能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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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男人到处寻找业务 却遭到一个个朋友们的拒绝 于是刚坚持了一天 他便有了放弃的想法 志贤说刚买了昂贵的西服 至少也要再努力去试一试吧 心情郁闷时志贤想到了妈妈 妈妈正和一群老太太聊天 向他们夸赞自己有个好女儿 女婿也是名牌大学毕业 是个热爱生活认真工作的人 这些话让志贤感到羞愧 于是她转身离开了妈妈的家 怎么办呢 无助的女人又想起了永续 志贤的眼泪不停在眼眶里打转 而接下来更加恶梦的生活 他们又将如何面对呢 人到中年 突然遇到了中学时期的恋人 可这段失而复得的缘分 却让他们陷入艰难的境地 妻子翻出永续初衷的毕业相册 我恋人不了 妻子的一再紧闭让她崩溃 志贤的丈夫找了份保险的工作 可刚经历了一天的失败 她便有了放弃的想法 更是在第二天喝了个烂醉 将那个戏弄她的朋友打了一顿 不出意外被抓到了警局 幸好有永续的帮助 志贤才得意将丈夫带出来 永续坚持要将她送回家 可路上丈夫一直在胡言乱语 着实让志贤难堪 她艰难地架着男人笨重的身体 亮强地将她扶到家门口 看着志贤被生活折磨得狼狈 永续的心里备受煎熬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 第二天的志贤即将坠入深渊 一位客户要求将花篮送货上门 可门打开后映入她眼帘的 居然是永续的妻子 她战战兢兢地来到屋内 按照要求将花篮放到了桌上 永续的妻子却故意扶起一个相框 那是他们全家的合照 而更让志贤崩溃的是电视机里 正播放着他们结婚时的录像 这一刻志贤仿佛置身地狱 恨不得马上逃离这里 可永续的妻子还要请她喝杯茶 志贤却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 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永续的上集 也就是志贤小叔子的介绍下 永续买了志贤丈夫的保险 三个人一起去吃饭时 小叔子居然把志贤喊过来 还没从刚才的情况中缓过来 志贤再一次瞪大了双眼 于是在永续同样震惊的目光中 她缓缓地坐到了丈夫身边 这接二连三发生了意外 压得志贤根本喘不过气来 可她没想到永续居然也跟了出来 志贤实在抵挡不住这压力 她率先想到了放弃 就在这时她的丈夫也来上厕所 虽然友经无险没有被发现 但志贤却差点被吓死 可这样整日提心吊胆的生活 他们还有心心继续下去吗 永续一到家就看见桌上的花篮 她则问妻子一定要这么做吗 一定要这样的残忍吗 可对她的妻子来说 到底谁才是更加的残忍呢 晚上志贤的丈夫感慨道 徐组长这个人看起来很不错 是她欣赏的那类人 志贤只好悄悄背过身子 她的心里真是混乱到了极点 接下来的好多天 他们没有见面 但对对方的思念却有分无解 永续终于忍不住发去短信 志贤掩饰不住的嘴角上扬 可刚出来就接到丈夫的电话 她撒谎出去扔垃圾 然后迫不及待去见永续 人到中年再次遇到中学时的恋人 相隔了那么多年 仍然会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可他们望我亲密的样子 却被找来的男人看在眼里 男人微微别过了脑袋 事情突然地让她不知所措 他们一起开车来到汉江边上 志贤说最近发生的事让她很累 每一天都在犹豫 犹豫着要不要继续下去 可永续却坚定地握住她的手 这便给了志贤莫大的信心 当她伙计活了赶回家时 却发现丈夫坐在那里阴沉着脸 男人的责问让志贤无言以对 而事情也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孩子也知道了此事 孩子们见到路边搂着的男女 看起来都像是不正当关系 两人因此被抓到了警局 受到通知的志贤匆匆打完 却赫然发现永续夫妻也在这里 因为不想他们在警局里争吵 永续赶紧去柜台办理手续 可出来后孩子提出心动的疑问 为了不让志贤在女儿面前难看 永续解释他们只是初中同学 可这话连孩子都骗不了吧 更何况是他们自己呢 志贤请女儿给他五分钟的时间 정말 미안해 엄마 그 아저씨랑 정말 아니지 아니야 아무것도 아니야 之前不舍得拿出那张合照 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 서로를 마음 편히 바라볼 수 없고 아무 때나 목소리조차 들을 수 없어 모자 아무도 안 본 화장실 안에서나 안을 수 있는 게 그게 우리 관계야 虽然他也很想继续这种关系 但想到自己的谎言伤害着家人 伤害着还没长大的孩子 他的心便会痛得无法呼吸 서로를 可永续突然的一句我爱你 瞬间便让志贤泪如雨下 之后的很多天里 他们努力克制着那份情感 志贤的丈夫推掉了永续的保险 还让他辞掉花店的工作 因为他的表现很出色 花店老板很遗憾他要离开 可他想打电话告诉永续的时候 却被志贤制止了 而永续和同事们出去喝酒 来到了那次和志贤合照的餐馆 恍惚间好像看见了他的身影 顿时万般惆怅五上心头 怎么才短短几天 却那么想念那个人呢 于是他不知不觉走到了花店 多希望能看见志贤忙碌的身影 正当他想得入神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让你开着 于是在他们的车即将开走时 永续突然冲到他们面前 永续突然冲到他们面前 他突然拦在初恋的车前 男人忍无可忍下车和他理论 志贤苦苦哀求他不要冲动 却被狠狠地甩到一边 这一幕让永续万分心疼 两个男人的怒火冲天而起 幸好花店老板及时过来制止 他们才没有动起手来 永续不知道刚才为何如此激动 也许是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他的丈夫如此不尊重 到家后男人扔给志贤一个本子 让他从明天开始 把每天做了什么都写上去 随后男人更是喝得鸣鼎大醉 粗鲁地将志贤按倒在床上 这一切让志贤感到莫大的委屈 他躲在卫生间里泪如雨下 为什么如此痛苦的婚姻 却又不得不强忍着继续呢 志贤再次来到初中时的校园 看到那副他和永续的话 可他深深地知道 他们的缘分就像河里飘走的话 只能是随波逐流越来越远 其实志贤前脚刚走 永续后脚也来到这个画室 可他追出去寻找的时候 却终究和车里的志贤措身而过 志贤犹豫抑着删掉永续的号码 好像已经下定决心 彻底结束这段注定悲伤的爱情 深夜儿子醒来上厕所 却看见了妈妈脸上的泪痕 可小小的孩子又怎么会知道 妈妈此刻的心里有多么难受吗 永续也喝得烂醉回到家 他不停地对妻子说着对不起 也许只有在喝醉的时候 他才会短暂地忘记那份思念吧 这天志贤准备了一桌好菜 然后问丈夫晚上有空吗 可男人却说要跟同事们聚餐 就连孩子们也要去同学家 可能会回来得很晚 原来今天是志贤的生日 但家人似乎谁都没有记起来 只有老同学美姬 给他送来精美的生日礼物 一件性感的红色睡衣 还张罗着给他办了一场生日会 可他们等了好久 那个叫永续的家伙还不过来 于是整个晚上志贤都没有笑容 挂电话后永续也心情糟糕 一杯一杯地往嘴里灌酒 志贤的丈夫到家发现他不在 还看见了那件性感睡衣 于是男人愤怒地来到饭店 美姬实在看不下去 这个礼物是她今天早上送的 可她知道今天是妻子的生日吗 恐怕早就已经忘了吧 还要在众人面前让她难看 志贤只觉得万分耻辱夺门而出 而男人也被骂得哑口无言 第二天永续也来到这家饭店 询问昨天的生日会办得怎样 却得知志贤的丈夫大闹了一场 永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几天后在岳父的生日会上 他竟然和志贤不期而遇 至贤承受不住压力贪婪在地 他向永续的妻子保证 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不疑惠永续也找到这里 见志贤卑微地跪在妻子面前 瞬间如同万箭穿心 每一秒都感受着窒息般的痛苦 于是在妻子歇斯底里的怒吼中 永续也缓缓跪在她的面前 为了自己深爱的女人 她什么都愿意去做 可志贤却被她吓得落荒而逃 恨不得插上翅膀 赶紧逃离这地狱般的地方 因为外面还举办着宴会 妻子只是放下了一句狠话 并没有继续和她闹下去 第二天志贤的妈妈来看女儿 却发现她一个人在天台上发呆 女儿的心里有事 妈妈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于是志贤再也绷不住大哭 妈妈一下就为难了起来 虽然她很希望女儿不再痛苦 但那样做就是离经叛道 又怎么能被世人所接受呢 于是他们一起去练歌坊唱歌 可唱着唱着志贤泪流满面 那份藏在心里的悲伤 又怎么可以如此简单地化解呢 妈妈心疼地搂住女儿 都得忘记啊 只有那样你才能活下去 宴会结束后回到了家 永续的妻子也表明了态度 为了他们的儿子 她一定会守住这个家的 于是永续整宿整宿整宿睡不着 她不知道自己和志贤的这份爱 到底会走向何方 第二天永续的妻子来到警局 哭着把这件事告诉了前辈 前辈便拉着永续出来喝酒 劝他还是清醒一点吧 可说着说着两人都激动起来 前辈狠狠地甩了他一眼光 然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继续拳他 就当是身上突然中了血 现在停止还来得及 如果他不想结束自己人生的话 当自己是个死人一样生活吧 可永续真的能做到吗 自从那天永续向他下跪后 妻子一直过不去心中的那道坎 不仅吃饭是给他甩脸色 还给他换了一部手机 就连永续和同事们出去吃饭 他也开着车一步步离跟踪 而这一切终于让永续忍无可忍 他掏出那部新来的手机 当着妻子的面狠狠地摔在地上 智贤的妈妈用他的房子 帮他的女婿抵押了一笔贷款 希望他们能好好生活 如果可以的话再去投资开个店 而这智贤根本无法接受 于是和妈妈大吵了一番后 他万分沮丧地回到家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永续居然已等在他的家门口 人到中年再次遇到初恋 各自婚姻的不幸让他们重新相爱 可这不被世俗接受的感情 注定不能走到最后 于是智贤刻意躲避着永续 可永续还是等在了他的家门口 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害怕 无数次想要停止这份情感 可那颗想见他的心 却怎么也不受他的控制 永续卑微地提出自己的期望 虽然智贤没有回答 但他的心也何尝不想了 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约会 在没人看到的车里见上几分钟 便足以让他们心满意足 永续不给了他一份生日礼物 一面精致小巧的镜子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礼物 但智贤却非常喜欢 他取下柜子最上层的一个盒子 里面装满了他少女的回忆 他珍重地将镜子放进去 就像将一份爱意装进了心里 他们一起相约天文馆仰望星空 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 中年人的爱情凭大人温馨 可智贤的笑识那样发自内心 永续忍不住自嘲 他们这样偷偷在车里见面 真像是逃跑的罪犯了 这天永续的妻子突然让他辞职 说他已经找好开店的位置了 这让永续措手不及 于是他思考了一会后 突然向妻子提出了分局 永续决定暂时住在办公室 可他意外地发现 那盆智贤在学校捡到的绿植 不仅活过来了还掌视喜人 另一边智贤家悄然发生着变化 丈夫决定用岳母贷款来的钱 准备开一家咖啡店 这些天更是忙得不见人影 因为有了可以奋斗的事业 他好像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斗志 这一切智贤都看在眼里 于是他那颗犹豫的心 又开始了动摇 更是从美机的口中得知 永续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住了 这实在让智贤没办法接受 于是他将永续约了出来 说出自己这么多天思考的决定 我还是要回家里 所以 你也能够做出这些话 智贤强忍着泪水说出这些话 他相信永续也一定可以做到的 相遇之前的那么多年 我们互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不也是这样过来了吗 回去后智贤郑重地向丈夫道歉 自从失业后他一定很难受 作为妻子还要火上浇油 他希望丈夫给自己一点时间 哪怕只有一天去好好整理 可智贤却发现竟没有地方可去 于是不知不觉又来到了那个餐馆 老板说豪巧永续也刚来过 和你一样只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于是智贤这里也待不下去了 可当他出来时却看到让他惊魂识破的一幕 人到中年再次遇到初恋 可这不能被世俗接受的感情 注定会充满艰辛 就在智贤准备回归家庭时 却意外看见永续追捕逃犯受伤 幸好智贤及时叫了救护车 然后跟着来到了医院 和小叔子在医院不期而遇 这一次智贤终于不再撒谎 向小叔子说出他爱上了永续 智贤坚定地守在手术室门口 和永续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如同一部电影历历在目 每一幕都幸福地让他麻酥酥的 可就在智贤陷入回忆时 他的丈夫也闻讯来到了医院 男人带走了智贤 开着车在路上一路狂飙 他的心现在很乱很乱 念对男人气到极点的责问 智贤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可沉默不正代表 智贤很想知道永续的情况 可丈夫却一步步离地守着 甚至手机电话都不让他接听 医院里永续的妻子也接近崩溃 虽然知道这次是偶然遇见 可在他看来 那却是一段可怕的缘分 永续终于有惊无险活了下来 事前的小叔子过来见他 通知他现在已经被调离刑警组 更是在离开前放出警告 而随后永续的儿子也过来 气冲冲地留下了一句 便一把拉着妈妈离开了医院 这个刀枪都不怕的男人 却差点控制不住流下眼泪 智贤的丈夫半夜醒来 却突然发现妻子不在屋内 来到天台去发现 智贤呆滞地坐在那里流满面 这一刻男人也忍不可忍 随后更是直接将门锁上 任凭智贤如何恳求 也坚决地要将他赶出家门 就连女儿也被男人无情地呵斥 于是智贤无力地贪坐在地 为了这份不伦的爱情 他们付出代价实在苦涩 走投无路的智贤来找美姬 可他刚坐下就打听永续的消息 于是泰真便来到了医院 告诉永续智贤正在他家里 于是没过多久 永续便捂着伤口出现在智贤面前 然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随后美姬将车借给了他们 由智贤开着 一直开到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那里有着他美好的青春 还有永续懵懂去美好的爱情 人到中年再次 遇到初恋 可宾馆房间里他们却很害羞 之前是被丈夫赶出家门的 而永续则刚从病房里跑出来 他们一起来到河边 多年前这里有一个男孩 满眼都是那个他深爱的女孩 永续说他不想就这样含糊过去 也不想像宇哲仙珠那样逃走 他现在想知道智贤的想法 不管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他都不会责怪他 虽然没有听到肯定的答复 但永续已经明白智贤的心意 就当他们确认了彼此的心意时 各自的家人却在饱受着折磨 永续的妻子甚至要从天桥跳下去 幸好被智贤的丈夫拦住 清醒过来的女人恳求对方 一定要原谅他的妻子 如果他们离婚的话 他的丈夫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男人随后来到美极的住处 他一定知道现在智贤在哪里 毕竟美极小姐也有责任 美极着实被他气笑了 他有过一次试着去理解妻子吗 相爱的人就算不用说话 只要看到对方的眼睛 就会知道想什么需要什么吧 志贤跟着永续来到酒店 可进入房间他们却扭捏起来 最终还是永续先勇敢开口 提出了大家希望发生的事情 果然还是他最懂志贤的心 他从昨晚到现在什么都没吃呢 可他们正在点餐时 旁桌的客人却引起志贤的注意 他又想起他的两个孩子 永续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他当然知道志贤一定很难受 志贤本来以为已经下定了决心 现在才发现其实并没有 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家人 怎么可能说分开就分开呢 于是他又开始了退缩 永续则一脸无奈地看向他 火车缓缓停靠在站台 可志贤却站着一动也不动 一边是无法割舍的孩子 另一边是苦苦追寻的爱情 可怜的女人又该怎样做出抉择 而随着火车缓缓开走 志贤也终于做出了他的决定 可此时的永续已经退掉了房间 独自开着车离开这里 永续先是来到了火车站 多希望能看到志贤没有走 而志贤在酒店没有见到永续 便独自来到熟悉的河边 和永续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又一次占领了他的脑海 然而这一次 缘分还能让他们再次相遇吗 人到中年再次遇到初恋 婚姻的疲惫让他们重新相爱 可一边是禁忌的爱情 另一边是无法割舍的家人 他们又该如何做出选择 永续终究没有在车站看见志贤 而志贤也没有在河边等到永续 可返回首尔的大坝车上 志贤突然瞥见了永续的车 于是他赶紧下车 拼了命地向那边跑去 可当他看到车子开走的瞬间 泪水也快要喷涌而出了吧 幸好永续看了眼后视镜 也看见了那个他深爱的女人 回到家志贤想和丈夫坦白 可男人却一直避而不谈 志贤就这么一直跟着 男人终于忍无可忍 永续回到家也突然发现 妻子和儿子一起搬了回来 儿子没有给他甩脸色 妻子也没有提到他和志贤的事 两家人都用着不同的办法 继续维持着千疮百孔的婚姻 这让志贤和永续沉默了 残忍的话根本无法说出口 再次相聚熟悉的校园 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就在他们万分感慨时 泰真却趴在了桌子上 永远地沉睡过去 他因为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 随时可能会被夺去生命 所以他们相遇的那次同学聚会 正是泰真发起举办的 葬礼过后的教堂外 美机强忍地逝去泰真的泪水 他好不容易爱上一个男人 可他却永远离自己而去 志贤和永续单独留了下来 他们也感慨着奇迹般的相遇 但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他可能现在还不能够离婚 永续表示很理解 如果连孩子都不在乎 也不会成为他深爱的女人 在志贤差异的目光中 永续缓缓地说道 如果他们这样继续暧昧下去 只会不断地伤害身边的人 而他们自己也会慢慢抱怨对方 所以他们做出约定 等到都被家人原谅的那一天 相约在这里再次见面 永续说要是一年不够的话 那就两年后的今天 要是两年也不够的话 那就在三年之后 志贤真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一一不舍地和永续告别 虽然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 但他们都无比坚信 一定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于是第二年志贤早早来到这里 满怀期待等待永续的出现 随着一抹灿烂的笑容出现在脸上 他终于等来了他的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